我們需要做出剛剛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剛剛看到這個 當我什麼時候呢? 當載入的時候 就是說當我載入它的時候 SQLite 2 它會自動幫我把資料新增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一載入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等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insert into insert into這些 總共有四筆資料 然後等它insert之後的話 再把它叫出來 叫出來之後放哪裡? 放這裡面來 OK 可以讓我們查詢 你可以查詢全部 所以如果你要查編號 你就輸入一個編號 按下查詢 那全部又查出來就全部查詢 所以會有兩種查詢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這個部分 會有哪些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的那個V的部分 我們畫面部分 那基本上呢 我的畫面布局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畫面 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呢 會需要用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元件 我一樣用LinearLayout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大概就放上面這個 你可以用TableLayout 配一個TableRaw 或者在裡面你可以放一個LinearLayout 橫向 裡面就放一個什麼 放這邊是一個TestView編號 然後呢 讓使用者可以輸入一個ADTest 那這個寬度當然你可以拉寬一點 如果將來這個地方可以輸入的文字 需要多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拉寬一點 那查詢 全部查詢 那底下的話呢 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LinearView 大概的畫面是這樣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將來要顯示的部分 它可以換顏色 因為預設的那個版型的話 這個地方顏色當然是黑白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個地方需要紅色 這邊需要的是藍色的話 那我又把那個裡面喔 有一個 那個什麼呢 我在這邊有一個 呃 這邊 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是 這個Layout 是從什麼 SimpleListItem 那特別之外 這邊一個Item2 我是拿這個來改的 這個應該還記得吧 我是放在那個Android的那個 根目錄範本裡面 那我們拿這個來改 那裡面的話呢 那基本上喔 它 有哪些比較重要 就是 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什麼 to light this item 因為我直接拿它來改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改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顏色啦 就是上面這個地方改紅色 所以我這邊改一個紅色 這個地方呢 改成藍色 那這個是view的部分 主要是 拿那個內部的範本 修改裡面的顏色而已 所以顯示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換個顏色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的程式部分 哪些比較重要 其實不外乎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的 存取資料庫 一定要用那個 SQL Line Database 然後一定要會用Cursor 因為放那個查詢的結果嘛 其他的話還有一個什麼 Simple的一個 Cursor Adapt這個 其他好像也會有一個 SQL的Exception 這個也是必要的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一樣流程就是說 必須要先建立一個 SQL Database的實體 DB 那裡面可以幫我們做什麼呢 幫它就是說呢 建立資料 第一個是什麼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建立一個資料庫 名稱的話呢 也是db1 點db 那 全線的話呢 我這邊給2 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早上是講 那個Mode Private 是0 那如果你是允許外部 也可以存取的話 那你可以 底下這邊有好幾個選項 你可以用數字的 這是0 這是1 這是2 比如說Writeable 外部也可以寫進來的話 那你可以設定權限 那我這邊是給2 或者你可以用這個 Mode World Writeable 也可以加進來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就是第一個 建立一個database 再來就是建立我們的table 剛剛有講過table部分 我這個table是 create table 加這三個字 這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加這三個字 假設說它已經存在 那就會重複建立的問題 那裡面一樣是一個ID 然後多了這個叫Auto Increment 有沒有 自動編號 但是其實我發現 這個Auto Increment 如果你不加 好像也會自動增加 那再來的話 一個name 名稱 這個是水果的名稱 然後呢 水果的價錢多少 一樣是integer OK 那這邊的話 我們把它建立起來 再來的話 當建立好table 建立database 建立table 之後的話 再利用insert into 增加4筆記錄 OK 所以你會發現 那請各位等一下可以修改一下 我們之前有練習一個什麼呢 那個有關會員系統 應該各位還記得吧 這個會員系統是從網路上直接 我們是放在網路上 那如果說我今天 等一下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這邊有四個欄位 那假如說我想要把水果的名稱 換成是 什麼呢 會員的名稱 當我點選它的時候 一樣啦 跟之前練習差不多 然後 dialogue跳出來 把詳細的資料帶出來 OK 那這怎麼做 這時候你就要想說 它這邊喔 是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去 跑 四個 insert into 那實際上你想說有這麼多資產 那我是不是可以跑個回圈 從第一筆到最後一筆 然後呢 幫我insert into 把這些資料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不過前提記得 一樣要把那個資料庫建立起來 給它對應的那個欄位喔 OK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把這個做完之後 試著修改一下 把水果改成會員 OK 那裡面的話當然就是 先insert into 對不對 那insert之後的話呢 它放在資料表裡面 那我要把它再抓回來 並且放在什麼 放在list view裡面 因為現在是放在那個 我們的database裡面 還不表示說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那我要怎麼樣把它顯示出來 一樣的流程 先把它怎麼樣 get all 全部抓回來 放在curs 不過我這邊是 獨立出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有return return一個什麼 return一個cursor就對了 幫我抓回來放在cursor 那並且那個update adapter 把這個cursor放進來 那裡面的話當然基本上 get all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把裡面所有的資料 再查回來 那查回來 它這個地方怎麼查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主要在這裡 其實也是一樣 你大概可以把它分開來寫 或者是說獨立 那裡面的話我是什麼 select 當然我們前面是用所有的 不過這裡的話我用別名 特別說這邊有個別名的敘述 那所謂別名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給它另外的名稱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別名 所以這邊可以設定別名的敘述 然後from那個table 把它查出來之後 放在這個cursor 把這個cursor怎麼樣 幫我把它return回來 所以我就接到了 接到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update adapter 這個跟早上那個很像 先檢查一下 裡面有沒有東西 如果有東西的話呢 那就幫我放在那個 simplecursor adapter 然後再把這個adapter 給list view顯示 所以最後的話呢 可以把總共四筆音 設進去的東西 查出來之後呢 再放進來 OK 那最後當然會有兩個按鈕 如果要查詢 你會發現這邊可以設定一個查詢條件 所以我這邊的話 再建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分別 我是把它寫成共用的 也是一樣 那個set on click listener my listener 這兩個 那基本上就寫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呢 一樣用switch case去抓 或者是if else if 去抓一下 那如果是查單筆的話 那做什麼 就是呢 直接用get 這邊我get又獨立寫 一樣是這邊有個get的方法 那這個get方法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做什麼敘述呢 基本上喔 我只是進來之後呢 去查詢 那關鍵字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上面的RAW ID 指的就是傳進來的這個編號 去幫我用會有的方式去查一下 把這個查出來 查出來之後呢 一樣去return 那特別注意喔 底下有一個敘述說 如果get count 假如說呢 它大於0的話 表示有一筆以上 那就move first 因為可能一筆以上嘛 那我不知道哪一筆 應該放在上面 所以我就移到 這個的位置的第一筆 那反之的話 就是查不到之類 所以我這邊假設 我今天輸入不是1 我是輸入一個 裡面沒有 比如說輸入6好了 按查詢 它會怎麼樣呢 欸 跳出 查無持筆記的資料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移到這裡 那一樣會return一個curs 不過裡面是沒資料 所以顯示出來也是空的 OK 那查詢全部是什麼呢 其實就get all 把這個再查一遍 顯示出來 OK 大概流程是這樣 那請各位 也試試看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呢 假如說我希望把這個範例 改寫一下 可能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 就是我的資料 可以暫時放在哪裡 放在我的local端 沒有放在雲端 那第二個階段呢 可以再去從雲端上抓下來 可是你想說 那我這個資料應該放哪裡比較好呢 可以方便使用者去抓 就是像我程式 怎麼樣方式去抓到這個資料比較簡單 我想這個部分各位再想想看好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也許可以把這個 改寫成那個會員系統看看 OK 那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個SQLite的第二個範例 好不好 好 OK 謝謝